你这次立了大功 当你告诉我张志伟这个重要的信息 我就连夜查证 发现他就是赵志伟 蓝球国际所有的股东 和他的股份配额我都是一清二楚 但只有那个持有百分之十的隐秘股东 我根本找不到他 现在可以肯定 他就是赵志伟 这个刘兰芝的前夫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赚在手里的话 那就如何添加 只是我好像又利用了宁星 找到赵志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并没有利用宁星 宁星和赵丹桥在一起 也是为了了解他相关的个人信息 孙燃 商场如斩者 皆不可妇人之人 再说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是为了铲除刘兰芝这个商界独流 接下来查一查蓝球国际还有什么东西 好 明白了 那我走了 凤总 赵先生 你好 杨兰芝现在忙 您在这边稍等一下 好的 这么清闲 看样子心理医生的医术 最终还是被众人给鄙视了 我这心理医生的医术啊 对付你戳戳勇 欢迎赵大公子进4S店维修 什么事啊 气色和心情都不错啊 春光满面 今天一定不是来诉苦的 是来炫富的吧 看样子 和你父亲见面收获不少啊 是的 他为他26年对我的护士做了忏悔 还有消除了我的身世疑虑 我是他的亲生儿子 恭喜你 这块鸭在你胸口的巨尸 终于落地了 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 一直帮我寻找父亲的下落 别这么客气 这是当兄弟应该做的 你知道吗 宁心去找了我的父亲 是他感动了我父亲 让他突然悔悟 那天宁心来找我 他很担心你那时候的状况 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我没来得及商量 就把你父亲地址告诉他了 原来幕后操纵的是你 我只是提供了客观条件 他居然打动了我的父亲 所以 你一时感动 就一生相识了什么 其实你并不爱他 小李啊 你去忙你的 这儿交给我吧 你爱的人和你没有缘分 找个爱你的人也未尝不可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宁下对你的冷带刺激到了你 而在这个时候 宁心又做出了刚好让你可以逃避的借口 刘强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婚姻不是儿戏更不是礼物 如果你不是真的想娶宁心 你只是为了一时的感动 或者说是为了逃避什么 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和伤害到宁心 和我结婚不是宁心一直所期盼的吗 是 没错 宁心是想嫁给你 可是你问过你自己吗 你是真的想娶宁心吗 我知道 在你内心深处 宁心和红小豆 就是宁下 你是有着不同的期待的 其实你心里非常明白 只是你不肯去面对 上一次 我们两个去先行的时候 你和宁心不会已经发生关系了吧 那碗我喝多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怪不得你进来一直怪怪的 这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那你也没有问我 再说了我真的不能确定啊 既然不能确定 那要不要通过催眠术还原一下当晚的情形 你休想 心理医生是不是都有窥视别人隐私的癖好 这不叫窥视隐私好吗 这叫对症下药 你是不是更担心 我问出你银行卡的密码啊 就比如 你每次不喝完咖啡 我也能测出你心里的状态 这就是你的专业态度 难怪你的诊所门停冷落 行行行 言归正转 但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 就要为之付出真诚 这是对你 对命星的负责 不管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艰难 你都要自己走下去 我只能在那观众席里 为你喝彩和加油 谢谢 爱子 就这么要走了 爸 我的问诊费可是按秒计算的 你看看我俩坐的位置 谁是医生 谁是病人 好吧 那赵医生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请你吃东西 没空 我忙着呢 不过你也别老是做别人的心灵导师 也得找一个女人实践一下 那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成为一名令人信服的心理医生 还真把自己当医生了 反过来教育我了是吧 不不不 你赶快找一个心爱的人 免得老是缠着我 吃饭喝酒打球 是不是 谁缠着谁啊 赵大公子 你这种行为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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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 请吧 赵先生 小植坟静尧 论备份 我应该叫您赵叔 非亲非故 我淡不起啊 坐吧 家父 家父 逢而父 所以 你母亲 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你 是的 我母亲和您一样 也是受害者 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要把这些尘封的事情 再倒灯出来呢 因为 我要把我母亲失去的夺魂 上一代的恩怨 我不希望你们这些晚辈再缴下来 收手吧 赵叔 你让我怎么放手 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长期冷落和忽视 二十多年病魔缠身 躺在疯人院里 而她挚爱的丈夫每天晚上却喊着刘兰芝的名字 而那个始作俑者刘兰芝 却可以踩在别人的鲜血和痛苦上 逍遥自在 原本风平浪静啊 你非要把它搞成狂风暴雨吗 你想过没有 狂风暴雨过后 那会一片狼藉 会伤及无辜的 每个人都要为她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有些痛在前 有些痛在后 不是不抱时常为痛 赵叔 您不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吗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在适当的时候 和我们站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 我会公开那封信 不行 是因为保护丹桥 冤有头债有准 是君子做事就要坦荡荡 我赵母绝不敢告通 赵叔 可您也是受害致问 事情都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对恩怨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做事情是以后有原则的 你不要再劝我了 请吧 那好吧 不过赵叔 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 有时间我再来拜访 各自 我的芣妞 付总 还在保护 手头上还有点事可以处理吗 怎么样 竞争如何 对了 冯总 我从其他的图破口 找到了兰桥国际的漏洞 说说看 兰桥国际在西北地区 合作开发的项目 由于土地性质 和实际开发用途不相符 被搁浅 前期的一亿资金 都打了水漂 这个只是他们 进行上决策的事 对刘兰芝不能造成致命威胁 不过可以作为家嘛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找到兰桥国际财务上的漏洞 这才是致命的 我觉得突破口 就在那个携款潜逃的 财务总监身上 所以 你务必拿到兰桥国际的财务簿 这样才是刘兰芝 用人不善欺瞒不报 最犹豫的证据 明白 对了 赵先生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他很固执 他不愿意公开那份信 为了保护赵丹桥 是的 他很为难 现在网络媒体这么发达 这要是到关键时刻 也由不得他愿不愿意了 对了 孙燃啊 我知道 你非常地不希望把宁星 卷入这场斗争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对宁星的爱 还不够深刻 他都马上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了 而你也站在悬崖边上 如果再沾崖下去的话 那你我的目标都要泡汤了 是啊 爱情这个东西呢 是个奇怪的东西 它可以让一个人变成傻瓜 也可以让一个绝望的人 充满斗志 我希望你能够充满斗志 去为你的爱去奋斗 我先走了 冯总慢走 尼小姐 这么晚的又再加班啊 我差不多做完了 尼小姐 人家女孩子下了班以后 都去和男朋友拍拖 看电影吃饭 你去夜夜在这里加班 尼小姐 女孩子的青春很短暂的 赶快找个老公 把自己嫁死去 我倒是也想嫁 这不是没人要吗 没有 你们层里人啊 就是要求太高了 什么车啊房啊 最好不要婆婆 最好男方是孤儿 我们乡下人就简单多了 阿姨 你幸福吗 能把日子过下去就是幸福 我们现在出来打拼 就是为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呀 那压力挺大的哦 一个读初中 一个读小学 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制 不要钱 但是以后还要读高中 读大学呀 我呢就是趁现在生气好 出来多占点钱 阿姨 你可得让你孩子好好读书 现在这个社会啊 大学文凭就找工作敲门砖 别跟我似的 没有个文凭 去哪儿都不好生存 念小姐 你别灰心 努力 加油 好人会有好报的 谢谢 谢谢 馅儿 辛苦来了 多吃点 谢谢 谢谢 谁呀 怎么不接 没事 喂 怎么了 咱们见一面吧 有事的话 电话也说就行了好吗 我在学校的老咖啡馆等你 阿姨 我会一直等你 隋然 我们起了 老太青 在乌鸡里儿 我去吧 我ritis想一下 我来晨小姐 我去鸡里儿 它就不一样 但是你 在乌鸡里儿 但瞧 工作再忙也要急得吃饭了 这就准备晚餐 明天下午请抽出时间去挑选婚纱和礼服 不用 你晚饭怎么办 我呀 我不用管了 我有泡面 有松茸咖啡就够了 有些念轻轻放下 未必不是解脱 有些人慢慢遗忘 未必不是一种轻松 有些痛渐渐淡忘 未必不是一种睿智 一无所有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心便可安然 主持人 你好 太低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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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接听下一位群众的脸 你们年轻人呐 就整天的滑手机就染染上了毒瘾 老地方 老座位 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又有一碗面 跟他一样的 老板 来一碗排骨面 我记得你 你是小夏的朋友 我就来过一次 你居然记得我 小夏从来不带男朋友到这儿来 你长得这么英俊潇洒 我见一眼就记住你了 不过自从小夏搬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这儿 不知道他现在工作忙不忙 我还挺想念他的 如果你碰到小夏的话 麻烦你帮我转告他一声 向他问个好 好 我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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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八匹 大骗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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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重要事吗 非得把我叫来 行 对我来 对我而言 永远不变的就是你 行行行 我已经要结婚了 行行 该清醒的人是你 我跟你说过了 赵家是一个不干净的家庭 他们很快就要倒霉了 我让你离开赵家 不光是因为我对你的爱 更重要的是 我不能看见你跳入火坑啊 就算跳入火坑 你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已经没有资格关心了 行儿 你不是一直很有正义感吗 对一个欺骗股民 发不义之财的黑心企业 你打算就这样做事不管吗 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回来 证据就在你那儿啊 只要你拿出 南桥国际的才有留守 虽然 你知不知道我马上 嫁入赵家了 你是不是想害赵家 想疯了 行儿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相信我 行儿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 都很记得赵家庭 但是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我已经不会再信任了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 再给我耍这些手段 行儿 行儿 你听我说去 行儿 你听我说 行儿 你听我说 怎么办 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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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小夏 这么多的日子你到哪儿去了 想死你了 我在附近正好顺道过来 好吧 我饿了 老规矩 陈仁志 老板 我可怀念你们面的味道了 有空常来啊 你那个朋友来的 谁啊 就是上次跟你一起过来吃面的那个 他刚刚好像在那个留言板上 写了些什么 我也没注意 那你慢吃啊 小夏 我恨你 但我更想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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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什么用衣服穿 你看 穿来穿去就是这一件 你这什么样 不是挺好的吗 好 是蛮好的 就是穿过了 你说 那次穿过了 他看见多不好啊 那怕什么呀 你又不是明星 谁看你穿着呀 爸 你看你真不会舒服 我妈多美啊 根本就是个顶级大美人 那大人 我这十几年的文艺战士 可不是下说的 这是长期积累 修炼的气质 我要是有情有势啊 我的气场绝对三丈高 你咋不升天哪 你是死老头 你就会损我是不是 你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走吧 走走 走啊 走开 je回度 那 fancy做了 走啊 走啊 走不开 走啊 就是 dij tek 走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来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上一次我公司突然有急事 怠慢你们了 也没能陪你们好好吃个饭 抱歉 哪里哪里 都是自己人不必见外 再说我们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家大业大操心的事自然很多 是啊 年纪大了 也该到退休 颐养天年的时候 所以 我特别希望丹桥可以早点成婚 也好替我回来分担一下 董事长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辅佐丹桥 把兰桥国际这个重任担起来 小夏 小夏 水给我买了啊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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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子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要去寻找我心中的远方和诗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在我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 你就像一缕阳光 给我温暖和快乐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成长 我们都有理想 也许有一天我们再见时 都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无悔于时光和岁月 无论今后有多么艰难困苦 我会一辈子记住 我们珍贵的友情 我会把它一直怀揣着 从黑夜到黎明 直至到老 顺祝中秋快乐 我心脏不太好 血压又高 所以我不能喝酒 我只能喝这个 你们随意啊 尽兴 这个酒呢 是董事长曾在这里 专门招待贵宾的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顶级奔赴 奔赴 什么叫奔赴啊 是一种澳大利亚的顶级红酒 一千块钱啊 美金 美金啊 一千多美金啊 一千多美金啊 太贵了太贵了 不要喝了 价格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合你们的口味 哎 花子哥 怎么了 小夏有没有回你那儿啊 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一家 跟大姐未婚过一家 在饭店过节呢 把订阅发给我 我马上过来 好嘞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三号 老公 发生什么事儿了 没事没事 你就二姐的电话打不通 没事没事没事 带家吃 带家吃 又做得 seems Ton橋 你替妈妈敬客人一杯酒啊 叔叔阿姨 晚辈敬你们二老 中秋节快乐 谢谢 董事长 我也敬您一杯 感谢您对我的提醒和帮助 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 在这里祝您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以后要是进了赵家门 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好儿媳的 这个呢是大汤野生黄鱼 大家也都知道像这么大的野生黄鱼 不但稀有而且真贵 大家慢慢品尝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来 请一趟 你太客气了 请我们到这么高级的地方 吃这么有档次的菜 我们受之有愧呀 你太客气了 来吧 浩哥哥 他这么快来了 你抬到哪儿 你把你抬到哪儿了 说 你什么意思啊 啊 我警告过你 一定想远离一点 你就是不听 你三番五次的勾搭她 你现在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谁呀 跑到这儿来打野呀 他是谁呀 叫完 把这儿给我护出去 别别别别 浩子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别哭了 没看见我们两家在一块吃饭吗 浅浅浩 他是我们认识的 一会儿劝他走 浩子 今天是很重要的一次 你不要胡闹 你给我闭嘴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冒用小夏红小刀的身份 接近赵丹桥 对吗 我说的有错吗 你以前竟然要挟小夏 让他消失 让他退出 你自己的爱情 早上不是伤害 你为什么把这种伤害 转嫁给别人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好 你今天都在 平老 我今天就去小夏 好好说道说道 小夏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孩 在学校里 他各门场地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本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情统 但是老天爷对他不公平 就得他中考前的两个人 他的婚姆双双不去 所以他没有发挥好 只考取了这种 但是小夏 对伯父一家的收养 一直怀着感恩的心 对吗 所以他早早地参加工作 早早地挣钱 就想苦贴家用 减轻伯父家的负担 他孤苦伶仃能过了这么多年 多可恶的孩子 四年前 小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树洞先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树洞先生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让小夏痴迷 能让小夏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 但是这位树洞先生 却要求跟小夏谈一场假恋儿 假恋爱 小夏他答应了 他跟老板谈假恋爱 结果呢 小夏不知道为什么他假戏真做 他爱上他自己的老板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姐姐宁心 就以亲情来要求他 让小夏退出 让小夏放弃 小夏还是怀着 对伯父一家的感恩之心 他做了 他放下了 放下了自己的感情 对不对